大盘出现了过山车 而且微盘股还出现了半日游 那位说怎么是半日游啊 说这个都磕磕 他只涨了半个小时 那么接下来又是下跌 可是这个东西看到没 天峰证券突然间跌停板 这是发生了什么大消息 如果天峰证券跌停板 那么证明证券公司是不是要有问题 为什么要有问题 这能不能涉及到就是这几年IPO的事 这几年IPO发了好几千家上市公司 那么哪一个东西我们都得问责的 如果他们要真是说 因为这个事情出现了问题 那这是个大的系统性风险 再来看券商880 我们看啊 880472 你看券商这不也跟着跳水吗 如果真的天峰证券 只是多米诺骨牌那个头一张 那稍稍要再倒下的话 那接下来就会什么呀 那接下来券商就会干嘛呀 那券商就那是无底洞啊 如果券商又是打破的前提 那咱们就别说了 说到这儿呢 心里挺后怕 但是天峰证券呢 是由于两个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 他的股权特别不明确 换句话说 他背后有很多那个 那么那么多的时候 自己没整明白 可能呢 就只是他的一只股票有问题 所以今天下午最主要的要看 正券的骆驼 能不能被天峰正券 这根稻草压塌 如果券商又是塌了 那大盘就没法救 再来看另一个 今天呢 虽然说大盘走的 你看上去啊 是冲高回落 但是回落的时候 到尾盘还有一些拉升 虽然这个拉升力度呢 好像并不强 因为没有放出成交量嘛 那最起码的这个位置 有意愿拉升 说白了 这个位置很有可能 券商的下跌呢 是一个假衰 如果单单就是一个 天峰正券出毛病 那会就没问题了嘛 如果要是说 券商系统出现问题 那就是个大问题 所以这个位置 下午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 如果继续向上爬 那就证明这个位置 可能就在做出一个空军演习 那下周 什么叫空军演习 就是下跌或者是急紧急 跳水是刚开始 那下一周考验了 就考验 这个券商能不能撑得住 再一个 下午这个位置 如果没有直接上来 就是没收复失地 没上演这种过山车 这不是过山车吗 早盘冲高 刚到中午回落 而且这个位置又拉回来了 那这种东西 如果下午拉不回来的话 它就会继续创新低 一旦再创新低 下面这个位置 可有一个30分钟级别的超跌反弹的机会 所以下午我们密切关注两点 第一 看看券商这块能不能发酵 你别光天方正券一个跌停板 如果要引到其他的都开始倒 那多米诺骨牌要是倒了 那是谁也撑不住的 就最后那个冲力非常大 那大盘就会撑不住 那真是说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稻草 第二点 看这个位置能不能下来 下来的时候呢 如果不上去下来 并且以这种证券公司 大家看880472 他们要是说不往下再跌了 就这样拉倒 然后往上起一起 或者是横盘震荡 慢慢往上修复 这还可以 就证明啥 它只是一个一家证券公司的问题 跟别的没啥关系 那好了 如果不往其他的方面去想 换句话说 不是因为什么大量的IPO 你看我们最近 为什么都谈到问询寒 问询寒是什么意思 就是垃圾股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垃圾股 我们是不是想想 这一年呢 我们都发什么400来家上市公司 都发了好几年 那这现在有2000来家上市公司 突然间出来的 那这些东西不都是券商发出来的吗 如果要是找后账 这个算总账的话 这真是求后赚账 那这些券商没有一个能好的 所以下午这个位置 先看券商 然后如果券商不再跌了 就证明是小问题 小问题呢 就看能不能创新低之后上来 如果创新低上来 或者这个位置慢慢的往上走 那30分钟级别 大盘这个位置 会有一个不错的 叫超跌反弹的机会 好 喜欢古邦的下观众 我们下午说完见